这是一只被封印千年的黄金杀人蜂 可却被一个女人触发了破解的机关 锁死机构立刻就开始了运转 不知情的她又将其放回了人位 下一秒塔顶就开始了松动 内部机关启动 杀人蜂被传送到了出口位置 塔门开启杀人蜂被推了出来 封塔随即锁上 与此同时女人不小心碰到桌子 靠近边缘的杀人蜂静置掉落进了她的包里 可不知情的女人直接将其带走 殊不知这将给她带来灭顶之灾 此时马上要结婚的她准备在包里找婚件 可是摸了半天都没找到 就在这时她不小心碰到黄蜂屁股的毒刺 手指被直接扎到 她拿起一看上面牙印清晰可见 见伤势严重她赶紧给到闺蜜查看 不曾想上面的毒液立马就传递到了闺蜜身上 此时闺蜜的神情已经完全变了痒 这时几个士兵来祝贺 女人又一一做了拥抱 没有意外手上的毒液再次传染到了几个士兵身上 此刻他们已经将女人当成了蜂王 女人只是做了个招呼的手势 他们却当成威胁信号立马就将她照顾娘给绑了起来 这边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封塔里消失的杀人蜂 就在这时小黑发现了线索 确认黄蜂肯定掉进了女人包里 很快他们从女人包里找到那只杀人蜂 可他们不知道这只杀人蜂的毒刺还在女人身上 就在他们准备一开始 中毒的公蜂们已经堵住了他们的去 两人赶紧跑进房间里面躲了墙 然而公蜂也已经追到了门口 未能逃出这里小帅想出一击 他将守门的公蜂直接用玻璃品敲音的鼓子 可几人刚走出大厅就发现女人的未婚夫被绑了起来 此时女公蜂已经举起了大刀 几人见状赶紧阻止 双方也准备了激烈的弹务 见不是对手淘补学家小美逃出了那只杀人蜂 他要尽快找回独自控制的网 很快他就将杀人蜂放到了女人的身上 而接触到女人皮肤的杀人蜂立马就 女人体内的毒刺也顺着杀人蜂的估计 重新进入了她的尾巴里面 见时机成熟小美让她重新扔进大刀 顿时一道金光闪出 袭击出现了之前中毒的公蜂们 此刻立刻恢复了神奇